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大家有沒有感覺的 背景就是 背景有點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背景有點不一樣 對就是呢 我換了一個新書桌 不是新的 也就是我舊書桌 我舊書桌隔壁而已 就是因為我覺得說 我舊書桌有點 就是 不好看 所以呢就換到了一個 他隔壁的書桌 但這個書桌其實是我姊姊 但是我姊姊都沒有在用 然後我就問他說可不可以 跟我換一下書桌 他就說那你要給我餅乾我才會跟你換 然後我就拿餅乾跟他換 然後呢 我就換了一個新書桌 那那一天不是 來拍什麼 什麼 今天呢 要來拍購物品介紹 那我的購物品介紹呢 有一樣是開過的 其他是沒有開過的 對 首先第一樣的是我先介紹我開過的 有開過的就是 普普通通的 冰板棍 然後還有一個是開過的 有一個是開過的 還有一個是開過的 就是這個 雙頭膠水 也是開過的 然後 再呢是 今天我拍這個影片的目的 我拍這個影片的目的呢 就是 雪花泥 我終於買到的雪花泥 這雪花泥有不一樣的顏色 我一一介紹 有一個是開過的 有一包是開過的 有一包開過的 它是藍綠色的 這一包是開過的 然後 它有點小包是因為 我 換了一個袋子裝 它原本袋子就是這麼大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一一介紹 首先是紫色 紫色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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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 它是淺淺的藍 它是淺淺的藍 淺淺的藍 淺淺的藍 藍色 再來呢是螢光黃色 螢光黃色 對 它是螢光黃色 再來呢 是橘色 橘色 對 再來是橘色 這是螢光橘喔 螢光橘 好我現在想打開這個給你們看 打開我打開過的 那其他因為我非常 捨不得 所以我打86的 它的雪花泥 這樣子一包10元 超便宜的 然後我把這個打開來 給大家看一點點 給大家看一點點 好 就這樣子 對 對 它是那種 它這個雪花泥呢 它可以拿來做水黏土 做出來的水黏土是長這樣子的 QQ的 現在我拍這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加一喔 然後我會 就是會早一天拍那個 教學會拍教學 教學這個 像 呃 你想要我拍這個的話呢 你就要 在下面 你就在下面留言加一 然後呢 呃 如果 有一個人的話呢 我就會做了 有一個人留言 我就會做 有一個人留言加一 我就 做這個 水黏土 用 雪花泥 用雪花泥 用雪花泥 做水黏土 對 有留言的 有人留言 這個的話我就做 那沒人的話呢 我就 不做 嗯 我會定期觀看你們的一些留言 那 你想要我拍書桌介紹的話 可以 加二 對 你想要我拍書桌介紹 就管他加二喔 想要我 想要看我做雪花泥水黏土的話呢 要加一 不要 不要 加錯一 嗯 然後如果兩個想 兩個都想要看的話呢 就加三 兩個想要看加三 加二呢 是 書桌介紹 加一呢 是 雪花泥 鬼口水 用雪花泥做鬼口水 嗯 對 好 那我會 把 加一加二加三是什麼的話 放在資訊欄 你只要點一下那個 點一下那個 我的名稱 就是 比如說我會說用 用雪花泥做鬼口水的 那個名字 影片名字 你再按 你按下去就會有資訊欄 我會把 加一加二什麼的 都資訊欄都放在下面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看 對 放棄的話呢 就 去看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